很多人覺得保守派大驚小怪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認為政府會要害我們呢 為什麼我們會要擁有槍枝來保護自己呢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把小孩home school 保護小孩呢 為什麼我們要選擇自由多過於舒適呢 政府幫我們做一切不是很好嗎 我們就不用操心啦 為什麼基督徒寧願相信一本書 而不相信真正有權利的政府呢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 我是一等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盛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 仲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他們造物主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 西家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 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 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好的讓我們回到今天的新聞 COVID-19基本上到了一個段落了 我們都活下來了 好像只有那些打過疫苗的人還會繼續得 沒有打疫苗的不管有沒有得過 但是現在好像都沒事了 打過疫苗之後出現什麼眼歪嘴斜啊 小中風啊 還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這些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疫苗造成的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的CDC說不是 因為我們相信CDC 沒有CDC的話 我們這些人民該怎麼辦呢 CDC是美國的明燈 是世界的希望 這就是為什麼 如果有更可怕的病毒出現的話 我們只要CDC來帶領我們 該怎麼做就好 6月初的時候 CDC出了一個公開宣導 如果你得了Monkeypox 猴鬥的話 要如何做愛 第一個 第一個你可以選擇線上做愛 可以有無接觸的性愛方式 第二個是你可以跟你的伴侶一起自慰 但是記得要保持社交距離 6英尺的社交距離 不要觸碰有傷口 或者被感染的部位 還有其他很珍貴的建議 這是CDC來的方案 上面說如果有人得到Monkeypox的話 最好不要有性行為 但是如果你堅持要做的話 以下是CDC的建議 除了剛剛提到那兩個以外 還包括做愛的時候 不要脫衣服 要確保所有的傷口 還有感染的地方都沒有外露 還有避免接吻 然後記得做愛完了之後 馬上要洗手 以及清洗性愛用品 還有盡量減少你的性愛對象 來降低感染 還貼心了附上圖片 給這些不適自的人 這是一個就是一群大學生 喝酒的時候玩的遊戲一樣 就是我從來就沒有跟 在得性病的時候 跟別人發生性行為 然後聽從CDC建議的人 就會放下手 因為他們做過 我得性病的時候還是有搞過的喔 我只是都穿着衣服稿而已 这个世界自我控制的能力到底有多差 就连全身都长满了皮肤病 而且就是传染率极高的情况下 还是要照顾自己的信誉 这表示这些人没有任何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 不过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这就是政府看待我们的方式 这就是CDC看待我们的方式 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群动物 跟猴子没有两样 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一群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动物 因为很明显如果你得了猴豆的话 正确的建议 而且最明显的建议 照道理说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释的建议 就是不要有性行为 我连需要知道猴豆是什么都不用 如果一个人说我有猴豆 我的反应就是离他越远越好 但是与其说你有猴豆 你全身长满了暗疮 你皮肤变得跟蜂窝一样一个一个一个洞 与其说就不要做爱 他们认为说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些 所以开了一系列的方案 做爱的措施 你得了性病还是可以做爱哦 我猜他们下一句就会说 如果只因为对方得了性病就拒绝跟他们做爱的话 代表你是在歧视那些可怜而且得病的人 这个就是现代社会的勇气的象征 因为有人敢跟得性病的人发生性行为 好勇敢 我们的政府把我们当作是一群无脑无底线 无道德观的动物 只会用本能来生活 所以我们需要被控制 而且所有的权力都要来自于他们 我们不能被相信 不能被依赖 因为无法自治 这就是政府看待我们的方式 更令人难过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看自己 他们选择当一个无能 无知无脑的动物 活着没有尊严 没有目的 没有任何神的形象 就是他们在大力的支持着政府推动的方针 要求把所有有尊荣 有目的的神的形象 都要跟撒旦跪拜 当一只动物 这个样子 他们才会不感觉到被歧视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所有的左派议程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自我崇拜 整个什么LGBTQ 加减乘除 还是什么黑命贵 安提法 甚至整个绿能政策 Green New Deal 都只是为了放大自我 跟自我崇拜而已 跟他们的宗旨 骄傲一样 全部都是一个在自欺欺人 而且强迫别人欺骗自己的目的 我们最爱的推特账号 Libs of TikTok 又有一个影片爆红了 这是一位幼稚园的男老师 跟他的幼稚园的学生 公开说他是个变性人 事实上就是所有现在在Facebook上面 出来的性别 除了两个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在自欺欺人 因为语言是共通的 语言是公开的 我们没有人可以有自己的英文 或是自己的中文 以下是一个自拍短片 一位男人跟幼稚园的小孩说 他其实是个女人 为了要得到小孩的掌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性人 自欺欺人的画面 今天在最后的日子 我终于出席 我终于出席 and it felt so good to have that and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fears i had is that as soon as they found out about me they would lose all love for me and then one of my kids breaks the silence and she gets up and she just is like she just hugs me and she's just like everyone give ruti a hug and they all came and they gave me a hug and she was just like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so much and i'm yeah it made me really emotional and it was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moments in my transition where i truly felt like at peace with who i have and that like even kids can understand it even kids can accept me and so it doesn't make any fucking sense when adults can't because if a kid can why can a fucking adult understand and accept 这个 不是自欺欺人嗎 這裡有一位生理的男人 在這邊公開的說 他跟幼兒宣布他是個變性人 不只是這樣 還因為受到了幼兒的接納 這個反常識 反現實的行為 在那個地方情緒化的掉眼淚 所有左派的議程一直以來都不是 為了創造更好的下一代 為了孩子 為了平等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剛剛自己說的 這一切只是為了 自我接納跟自我崇拜而已 使用自己反對現實的無知 來殘害小孩 讓他們也來反對現實 讓他們對於性別性向更困惑 一切只是為了他自己 跟小孩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這一切都是假的 說什麼LGBTQ 加減乘除 是為了接納 為了孩子的教育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只是為了自我崇拜 跟自我滿足 自我欺騙而已 目的只是要 教育一整個世代的小孩 接受他自己噁心的癖好 跟小孩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小孩需要的是學會自我控制 他們需要學習的是 經過世世代代的人類流傳下來的智慧 其中一個就包括 男人跟女人的性別有什麼不同 還有男人跟女人活著的目的跟責任 男人跟女人在社會上 扮演著什麼樣的不同的角色 這些人想要推翻這些 不是因為他在乎小孩的心理狀態 他們想要推翻這一切的制度 只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私而已 而且他們的想法已經侵蝕了 我們所有的社會架構 甚至到了美國海軍 接下來這個影片是 美國的海軍用一個 類似兒童節目的方式 在教導我們的軍人 要如何使用正確的性別代詞 在看這個影片之前 我們可以問問看自己 那個看起來會是一個打勝仗的軍隊嗎 這是一個中國解放軍害怕的 屁滾尿流的海軍嗎 還有我們海軍招人的標準 跟目的到底是什麼 說真的 一直以來 軍隊招募的對象就是 年輕有活力的男人 目的就是要用他們天生俱來的 搞同素 衝動還有爆發力 來打死我們的敵人 不只是美國的軍隊 全世界的軍隊都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為什麼 軍隊裡面幾乎全部都是男人 而且幾乎都是年輕人 因為男人天生就比較衝動 比較殘暴 結果現在我們在傳達性別不重要 不只不重要 我們還要推翻性別的制度 來把美國的軍隊 改成一個扭曲社會價值觀的工具 這不但不會讓美軍變得更強 也不會招來更多想要當軍人的人 設想看看 今天你是一個愛國的熱血的年輕男子 愛我們的國旗 想要為我們的國家戰鬥 你看到那樣子的招募廣告 會想要參軍嗎? 他們把代表性變態跟變性人的旗幟 放在代表自由的美國國旗之上 我們接下來這幾年就可以看到 美國參軍人數大量下滑 因為參加美軍代表你是個性變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目前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海軍 是如何開始衰敗的 嗨, my name is Johnny and I use he-him pronouns 嗨, and I'm Conchi and I use she-her pronouns and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pronouns what is a pronoun? a pronoun is how we identify ourselves apart from our name and it's also how people refer to us in conversations using the right pronouns is a really simple way to affirm someone's identity it is a signal of acceptance and respect if it's a signal of acceptance and respect how do we go about creating a safe space for everybody? that's a good question a really good way to do that is to use inclusive language instead of saying something like hey guys you can say hey everyone or hey team yeah and now that you say that another way that we could show that we're allies and that we accept everybody is to maybe include our pronouns in our emails or like we just did introduce ourselves using our pronouns but what would I do if I misgender someone? yeah, um... 我們的軍隊目的是要創造一個包容所有人的空間嗎? 我一直以為軍隊的目的是要創造一個 不包容任何敵人的空間 but I guess I was wrong 這個是一群神經病 我不是在這裡說 就是美軍裡面的人都是神經病 或是想參軍的人是神經病 我是在說如果你的軍隊方向是朝著左派的議程的話 目的是要扭曲所有社會價值觀跟基本常識的話 這就是在摧毀自己 這裡面有一對男女在跟美國的海軍軍人解釋 為什麼使用正確的性別代詞 創造一個眾人安全的空間很重要 軍隊目的就是要洗腦人 只是現在洗腦的方向完全不一樣 對政府跟政府的打手來說 所有的人都是智障 是需要被管理 需要被洗腦的 全球首富目前為了綠能做了最多貢獻的人 現在被說是一個不聰明的人 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Elon Musk 為什麼他不是個聰明的人呢? 因為他跟民主黨的政治方向不同 我們可以說 比爾蓋茲是個聰明人 但是他的政治方向很蠢 他想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烏托邦 但是他的確是一個聰明人 Jeff Bezos Amazon 的這個總裁很聰明 但是他的政治方向很蠢 我其實認識很多聰明的人 但是他們的政治方向很蠢 但是他們是聰明的 現在左派說 Elon Musk 是個不聰明的人 原因是 左派形容保守派只有三個選項 邪惡 因為我們自私 想要用我們的宗教來控制世界 愚蠢 因為我們什麼都不懂 沒讀書 最後一個是腐敗 因為我們收了賄賂 被錢買通 那Elon Musk 他是個邪惡的人嗎 好像不是 他人好像還蠻好的 做的事情也一直以來都是左派想要做 但是沒有能力 也沒辦法做到的東西 他腐敗嗎 你好像沒辦法賄賂他 好像只有他可以賄賂其他人 所以左派對於屬於這個傳統自由派的Elon Musk 唯一的形容詞就是愚蠢 那為什麼Elon Musk愚蠢呢 因為他說他在2024年的時候想要投給Ron DeSantis 還有他一生當中首次投票給德州共和黨的候選人 而且翻轉了一個一直以來都是民主黨的票倉的西語役地區 那這對於民主黨來說實在是太可怕了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打不過Ron DeSantis 他們認為說他們可以打敗川普 因為川普的個性還有很多美國人 對於川普是處於一個反感狀態的 但是Ron DeSantis不是 他們認為如果對上Ron DeSantis的話 他們絕對選不贏 更重要的是他們沒辦法把Ron DeSantis 打造成像川普那樣子的負面形象 因為Ron DeSantis他說話非常小心 做事也都很小心 比川普好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COVID-19他應對模式是非常好的 佛州經濟被這次的衝擊也影響最少 他們唯一能攻擊DeSantis的東西就是佛州州長反對小孩變性 但是這其實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的看法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不希望變性小孩 所以當Elon Musk說他喜歡DeSantis的時候 左派就全部瘋了 所以他們唯一的解釋就是 Elon Musk是個白痴或是種族歧視 或是以上皆是 以上是一直以來支持伊斯蘭恐怖組織的媒體 Al Jazeera的總監現在在MSNBC上面說 Elon Musk其實是個弱智 We are living through an unspeakably dangerous moment The pro-QAnon pro-neo-Nazi fac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poised to expand dramatically come the midterms We're just two years away from Donald Trump very possibly re-seizing executive power If that happens we may look back on this past week as a pivotal moment When a petulant and not so bright billionaire casually bough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messaging machines and just handed it to the far out 對他在這邊是在說Elon Musk要買下推特 只是為了要把推特送給極右派的共和黨 還有陰謀論的Q 讓他們變成極權政府 來摧毀美國的民主 Yeah 接下來還有紐約的國會議員 Jamal Bowman 他說Elon Musk不是一個領導者 他跟共和黨的億萬富翁一樣 支持白人至上跟極權主義 因為他不想要他的人工加入工會 或者是付該付的稅務 共和黨正在試圖終結民主 現在Elon Musk正在幫助他們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當時副總統Mike Pence好像也沒有在陰謀論 參議院的Mitch McConnell好像也沒有 但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Jamal Bowman說Elon Musk是個白人至上種族歧視 那為什麼他是白人至上呢 他剛剛才投票給一個墨西哥裔的女性 Maira Flores 代表他進入國會 這樣子還叫做種族歧視嗎 而且他還是個笨蛋 他們說他是笨蛋呢 哪一個發射了火箭到外太空 哪一個不是靠著種族而投票 不過這個就是他們的觀點 只要政治立場不同 就是個笨蛋 邪惡腐敗種族歧視 這裡得到最多的就是Ron DeSantis 他被問到Elon Musk支持他選總統 以下是他的回應 Elon Musk說了這早上 他會選擇給你選擇 我覺得這是目前最好笑的笑話 就是Elon Musk是個南非人 而且在美國很成功 左派一直說我們對於非洲裔的美國人很不公平 但是Elon Musk就是一個證明 非洲裔的美國人在美國並沒有被歧視 而且只要靠努力 而且很聰明 就可以變得非常成功 能控制操縱其他人 一直以來都是人類最大的渴望 這就是為什麼電影裡面什麼 念力啊操控人心啊 都是最後的大魔王 政府就是可以合法的 使用這樣子的能力的一群人 他們所有的方向都只是為了 讓我們放棄我們的權利 放棄保護自己 追求快樂的自由 讓我們當一個無腦無能 只能靠著本能存活的動物 就連得了性病 都還想要做愛的一群左派腦殘 這就是為什麼保守派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要保護自己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的政府不會保護我們 政府永遠只想要奴役我們 唯一想要讓我們得到自由的就是 給我們律法的神 他要我們反省自己的過範 有正確的價值觀 讓我們可以當屬於他的子民 而不是屬於政府的奴隸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只相信 給我們聖經的神 而不是期待政府要來解救我們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